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花姐姐说 你也来自地球 你应该明白崩坏意味着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做 画家小姐 你可不要忘记了 就算我催化了崩坏的降临 最初将崩坏带到这颗行星的 可是方舟这个外来者 也就是你们自己 不要抢词夺理 你究竟想获得什么 一出戏剧 我的朋友 一出戏剧 而在这场盛大的剧目中 我也从来不是主导 世界始终如一 人们却在虚假中循环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原本就身处于一场巨大的骗局中 我所精心策划的剧目 又怎么可能顺利开场 你是指这颗行星吗 的确 这里是神明的实验场 是它借助方舟数据创造的虚幻乐园 难怪 所以这里才会使用着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文字 居民们的身上也带着熟悉的颜色 很好 看来你至少还算坦诚 虽然乐园本身只是一件实验品 但城市中的生命却真实存在 联系到乐园素未无差别攻击一切的清扫功能 恐怕洪水的降临并不是天灾 而是由人力促成 目的就是洗清福洛斯的所有生命 从而开启下一次轮回 至于轮回开启的条件也并不难猜 启动圣物 对吗 按照城市代理人的规定 当城市面临无法挽回的重大危机时 经过七个Vita的一致同意 可以在广场上 也就是这里 启动圣物 它拥有让城市恢复秩序 是与和平的力量 启动圣物 它拥有让城市革围 一身 它的调整 是与伟与绥有让它们的 可 是与伯昇 ח 哎呀,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要摧毁它? 因为种子毕竟只是种子而已。 你在地球上的时候,也多少了解过肯重,知道简直这个词汇吧。 受到虫害,生长不良的枝条需要被剪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树木顺利借下果实。 哎呀,对于某个造物主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和修纸简业并没有区别。 看吧,大侦探,即便没有我的存在,这个故事依然会按照原本的轨迹进行下去。 热心的大侦探被投影到了太阳系边界的矮行星上,这一异变似乎给星球带来了新的灾难。 为了解决灾难,大侦探开始调查所在城市的历史,却意外见到了昔日的伙伴。 灾难的降临总是伴随着争端,城市的代理人们开始产生分歧,他们质疑彼此的立场,甚至对这座城市历史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灾难的爆发。 终于,无计可施的代理人们启动了圣物。 传说中的圣物并没有带来他们渴望的救赎,反而将这座城市引入了更绝望的深渊。 洪水滔天,伴随洪水降临的,还有名为乐园素未的怪物。 灾难终于被消灾了,当然,一同被消灭的还有这座城市的一切,以及他们的记忆。 弗洛斯就此陨落,化作赫斯破,就像此前的无数次轮回那样。 就像这样,一切都会按照原有的轨道运行下去,而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已。 对了,有一点,我真的要感谢你,乐园素未的监督者,或者说,真正的代理人。 如果不是你一意孤行将我带到了这里,我怎么能见证如此特别的一处舞台? 如果不是你玩忽职守,让我轻易得到了他们的控制权限,我又怎么能筹划出这样精彩的剧目呢? 很好,看来静职静泽的代理人们已经启动了圣物,一切都已经无法回转,就让我们静待好戏上演吧。 对了,对了,还有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那个似乎名为梭的家伙,他又会…… 别,别跟着我! 小子! 小子……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Objection … 冯露太太, 抱歉你接住弗洛斯! 城里的情况怎么样?别急,慢慢说。 别担心,我们...我们和Vita 会帮助你的。相信我们,好吗? 我 我 刚才突然下起暴雨 河道里的水位也跟着上涨 过不了多久就要到关锦城里了 然他们担心洪水爆发 让大家疏散军民们到高处避难 可不知为什么 城里突然出现了很多崩坏兽 大家都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 我们的防御撑不了多久 拜托了 请伊甸 一定救救他们 别担心 我们这就去帮忙 崩坏兽够不成危险 但生物已经启动 洪水恐怕难以控制 城里有什么地方 可以躲避洪水吗 生物 只能靠生物了 是吗 小子 你们没有用生物 我 是啊 按照手则 我们应该立刻启动生物 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种预感 如果生物被启动 会发生非常可怕的事 姐姐 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是不是应该开启生物 不 你们做得很好 所谓的生物 或许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必担心挑剑的练剑 我会继练 是以来一直以来一直在帮助你们的我 或者 欲带来灾难之人比肩 对你们总是有所隐瞒的姐姐 你更愿意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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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会扔下你们不管 糖果 我们都不会伤害你们 也不会将你们弃之不理 对吧 Vita 是啊 小条鞋 姐姐怎么会伤害你呢 让我们一起解决灾难 结束这场悲剧的轮回吧 Vita姐姐 我就知道 Vita姐姐不会放弃我们的 事不宜迟 Vita姐姐 还有大家 我们快出发 唉 是啊 好人的世界就是这么简单 无论来者心中酝酿着怎样的谋划 只要袒露善意 就能获得他们的信任 然而 只要做出一些与他们心中的善念相悖的举动 他们转眼又会刀刃相向 莫里亚帝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 跟我们一起走吧 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灾难 不必了 调下的Vita 毕竟 我可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罪犯啊 巨木也已步入高潮 而你们已经无法改变什么了 莫里亚帝呢 趁乱逃跑了 他当然要快点跑才行 毕竟是只老鼠嘛 小哥 洪水 我们快回去 走 走开 救 救命 你们快滚开 别怕 我们来帮忙 子姐 你总算来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子 快去救清河城 他们刚才为了掩护我们离开 被怪物袭击了 好 我知道了 这里不安全 你们快到广场上去 蓝他们正在那里组织撤离 他会带你们到安全的地方 在那里 你快去救清河城 城姐 清 你们怎么样 毕端姐姐 调血 多亏你们来得及时 我们没有受伤 不过 我是福华 这位是格雷修 我们是来帮忙解决这场灾难的 游客 游客 这是福华姐姐的职业吗 你们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变 请问 我们之前见过面吗 抱 抱歉 我们的记忆好像出现了一点问题 记不清所有居民的样貌了 嗯 是啊 不久之前 我们刚刚成为同伴 没关系 让我们一起解决眼前的灾难 然后 重新认识一次吧 嗯 对了 小子 看洪水的掌势 之前你画出的几个避难区域 恐怕很快就要被淹没了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怎么会 那里已经是城里最高的位置了 原先的福洛斯也洪水频发 之前明明都没问题 是之前某次轮回的记忆吗 维塔 你有什么办法 唉 如果我能有什么办法 在之前的轮回里 福洛斯大概也就不会被轻易摧毁了 之前的轮回 也许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 只不过并非高地 你是说 博物馆 往下走 不会更危险吗 啊 博物馆 虽然城市一次次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但博物馆收藏的展品 却从来没有损坏 嗯 那就没错了 但是 按照规则 普通市民没有进入博物馆的权限 可 可规则是为了福洛斯而存在 不是为了禁锢大家 没有什么会比大家的生命更重要吧 是啊 虽然不知道违反规则会有怎样的后果 但这是大家的决定 如果真的存在后果 就让我们一起分担吧 嗯 走吧 我们去通知大家到博物馆闭呐 人数清点完毕 所有人都到齐了 好 我们快下去吧 想要进入博物馆 必须要使用你们手里的钥匙吗 是的 这把钥匙被赋予了特殊的权限 这也是普通人无法进入博物馆的原因之一 这么说 上一次进入博物馆时没有受到阻拦 应该是莫里亚帝让逼他们提前开启了权限 这样明显的寝宣入望 我竟然没有发觉 真是关心则乱